民間黨立委補選候選人吳英農 今上午是提出了雙語政策 不過他的對手王洪威卻批評說 這個政策是空包 但還說台北市本身就在推了 並算吳英農是不是住在台北市 對此吳英農下午拜訪里長前 還有左回音一起來聽 我也就住在台北市 那我當然是看到居民有這樣子的需求 所有的家庭都希望我們的孩子 有公平的教育的權利跟機會 那我們知道許多的一般的壽星家庭 其實我們並沒有辦法長期的負擔 這麼多的才藝班 那所以我們今天提出的只是課後 讓所有人都有一個評價 而且優質的學習環境 其實我們深深感受到 對手陣營全黨在打一個人 似乎把吳英農當作稻草人 對手陣營的政黨 沒幾天就開一個記者會 抹黑照常造謠 好對於國民黨這一天一場記者會 不斷的在攻擊吳英農 對此吳英農強調說 他感受到國民黨全黨攻擊 議員的氛圍 還把他當成稻草人這樣在打 他也說這個選戰一開始 他就處於落後階段 因為對手王洪威從參選議員 這樣準備一年多的時間下來 但他這樣子一個集起直追 他相信最後階段 透過正向選舉的方式 可以爭取選民的支持 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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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敢說 隨時會有原來的 第0步行